HELLO 各位好 我是姚明 今天來為各位介紹一款遊戲 它是一款跟賽車稍微相關的遊戲 各位應該曾經在電視上 就是賽車的節目 或者是那一種賽車遊戲上 曾經發覺就是說 有些人的賽車技術真的非常的棒 不管它的過彎 還是直線充斥 或者是急轉 煞車急轉 他們都能做得非常流利 那當然就是像我們有時候在玩的時候 玩相關遊戲可能會發生就是 莫名其妙都會去碰撞到嘛 因此這款遊戲呢 它其實就是提供一個 讓你去練習各種不同的應變狀況 那包含就是可能像一些煞車 一些轉彎或者是停車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來介紹到這款遊戲裡面 那這款遊戲呢 它其實是有 它基本是做成3D的 那它也是盡可能去模擬 就是一些賽車賽道上 所有發生的狀況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畫面上有三台車子 可以讓我們做選擇 那每種車子也有提供30種 不同的狀況去讓我們做練習 這邊呢各位可以看到就知道 它有提供各種不同等級的一些難度 像有什麼基本款啊 或者是非常難度那種高難 高難度那種賽道 再來進到就是遊戲的遊戲關卡選擇的部分 遊戲關卡選擇呢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每一個關卡都有提供有三顆星星的一個評價 最高可獲得三顆星 這個評價呢它可以就是 依照各位去過關的時間 還有各位的過關速度 還有一些過關的技巧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就是遊戲的介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畫面的左上角這邊有一個站點鈕 那這邊可以做我們一些像聲音的基本調整 或者是一些就是 一些方向的控制呢 的方式或者是說就是 我們可以重新來或回到主畫面 那像這邊我們可以看就是說 我們的左右手習慣就是可能有些人我習 我習慣我踩檔或是我的排檔 是在左手邊或右手邊 這款遊戲都很貼心的為大家做了設定這樣子 再來的話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站點的旁邊這邊有一個計時器 還有一個關卡的選 關卡目前在第幾關卡 再來就是這上面有一個三顆星星 這三顆星星會隨著各位在玩遊戲的時間 的時間流逝而隨之減少 當然就是 越短時間過關 各位所能獲得那個星星也越多 再來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右上角的地方 這邊可以供各位去做這個 視角切換包含第一人稱視角 或者是 從車頭的部分或側面的部分去做觀看 甚至可以由正上方去觀看就是說 車子現在周邊的一些狀況 再來就是 畫面左下角有兩個箭頭 這兩個箭頭呢 分別就是代表著一個車子的方向的 最後就來看到就是畫面右下角 右下角一個是油門的前進 那左邊這個呢 而是則是倒退 遊戲過關方式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要順著這些黃色的那個 引道去 先走完整個路程 那至於過關的方式 就是基本上 就是走到最後一個地方以後呢 進入到 當然各位只要注意就是不要跟我一樣就是不小心就怎麼樣碰撞到 那至於遊戲中的其他樂趣就交由各位去探討囉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